大家好,今天我们再来做一期开箱 这次开箱的又是一个硬盘盒 这个硬盘盒跟之前的不一样 是一个SATA的硬盘盒 它能够把一个M2 SATA接口的移动硬盘 转成一个M2 2.5英寸的SATA硬盘 大家可能会注意这里写了NVME 这就是我为什么买它的原因 之前从笔记本电脑上拆下来 一个固态硬盘 它是M2 SATA的固态硬盘 跟这个不兼容 所以这个用不了 那个固态硬盘只有128G 现在价格也就100多块钱 然后如果给它买一个专门的硬盘转接盒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移动硬盘的话 价格也在接近100块钱 所以我觉得不划算 我就花了二三十块钱买了这个硬盘盒 现在把它装进这个硬盘盒里 然后它就可以作为一块2.5英寸的固态硬盘来使用了 因为基本上每块主板最多就一个M2 NVMe的接口 所以把它转换成这种2.5英寸硬盘的好处就在于 它可以直接放在主机里面通过这种SATA线来连接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操作 开箱 有点兴奋了 不小心拆过头了 直接拿出硬盘盒 然后把它拆开 拆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一个卡槽 可以放一块M2 SATA的硬盘 M2 SATA跟M2 NVMe的区别就在于 在于NVMe可以达到四成 也就是大概40GPS 也就是雷电三接口的一个速度 然后M2 SATA的话 它最多就达到500多兆每秒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给拆下来 这个需要通过背面来拆 我们把这块硬盘 把这张给撕掉 贴到这里 之后可能有硬盘还要用 这是一块散热胶 好 先不管它 我们先把这块硬盘装上这个硬盘盒 它这块板也是可以取下来的 好 那先把这个东西给转出来 因为它原装的螺丝刀 先要把这个螺丁给转出来 转出来以后呢 用这个把它给顶住 顶住之后从反面 把这个螺丁给转上去 好 转上以后呢 这个已经松不了了 然后找到它的底座 可以看到它底座上面呢 是有四块这种散热胶的 好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好 这样子这个硬盘就装好了 然后盖上盖子 上盖子 下盖子 很好吃 但盖子 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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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操作的时候呢 一定要小心 火钉不能掉 水 窒息 ис 水 水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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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注意这种 用来固定这块硬盘的螺丝都是小的 然后硬盘跟外面的硬盘盒连接的时候 用的是大的螺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这样子的一块硬盘就装完了 然后我们要使用的时候呢 就用这种SATA线 通过这样的方式连接 连接好之后另外一头直接插到主板上 这就是一块固态硬盘了 好 现在我们把它给收好 因为这块固态硬盘呢 我再次也不用就把它放好 然后留着以后给NAS做缓存盘吧 然后这个固态硬盘盒呢 我会把它放好 然后之后买一个海康威士兰 ETV的那种固态硬盘 把它给放进去 然后做一个移动硬盘来放素材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